养手养到甲养甚至有相鋼甲的 当你在养的时候 你觉得这个养舒服吗 养的时候我想大家都知道 那一点舒服都没有 那养了以后 当然就去抓养 抓养的时候舒服吗 你刚开始抓的时候 好像有点舒服 但是再抓下去 破皮流血的 又不舒服了又苦了 刚抓的时候好像有点舒服 但是抓下去一点舒服都没有 很苦 那我们知道 抓养的时候有点舒服 抓之前的养不舒服 抓了以后的 抓下去以后也不舒服 好那 这样的情况之下 问大家 有没有比抓养还舒服 这是一个重点 如果我们能够了解到这一点 我们在佛法里面 在这边听法的时候 都没有养 你一点养都没有 你能不能体会到 这个没有养的状况之下 事实上是最舒服最舒服 如果可以体会的话 那你就跟佛法越来越相应 跟佛法的用意 跟佛法的用意 在哪边就越来越契合 好那 什么叫做没有养可抓 什么叫做抓养 在平常里面怎么用 好那我们直接讲 就是所谓 六根对六成的时候 当我们有欲望起来 那就是在养 当六根对六成的时候 欲望起来 我们就去抓它 就付出行动 那这个叫做抓养 什么是六根 六根就是眼耳鼻舌生意 什么是六成 就是舌生相胃触法 当眼根对舌尘 耳根对生尘 鼻根对相尘 舌根对胃尘 生根对促尘 义根对法尘的时候 起欲望 起欲望以后 去贪爱它 然后去造业 那个叫做抓养 好那我们举例说明 就比较容易理解 好当我们的眼根 对着这个射程的时候 在抓养那是什么 比如说我们在看 社会上的电视节目 比如说看八点档的 这个时间如果已经快接近八点了 电视节目你知道连戏剧要出来 开始上演的时候 心里面就痒痒的 然后透过眼根 透过这个眼睛想要去看电视 这个时候叫做眼睛在痒 眼睛在痒 想要去抓 那个射程 想要去抓电视 结果他有什么状况 这个电视一打开 一直看 一直看 看到 到八点看到九点 九点看到十点 十点看到十一点 看得好累 以前看到唱国歌 现在看到眼睛累得肿起来 可怜早上上班 很辛苦 太累了看不下去了 工作做不下去了 所以刚开始看电视的时候 心里面想要看 眼睛想要抓 抓痒 那时候是很苦的 当这样抓下去 刚开始抓 看电视好像很舒服 八点档的节目很好看 但是一再看下去 一直看一看 抓了越抓越痒 越痒越抓 好累哦 那就抓痒 结果到最后很辛苦 因为我们发现 像这样眼睛在痒的情况之下 每天每天 我们都在宠物这些动作 太辛苦了 抓得太苦了 好 这是我们平常的例子 那所谓射程 就是眼睛所见的太多了 如果我们 在看到古代以前 有一种老学旧 那个私属里面的老师 这老师 他什么品德都很好 就是有一个癖好 这个老学旧 这老师 他有一个习惯 这学生都知道 也就是如果 他有高度的近视眼 当他如果感觉到 前面好像有一个女众 走过去的时候 他就把他的眼 近视眼的眼睛拿起来一看 欣赏一下美女 就叫眼睛在痒 他这个眼睛 想要看这个美女的时候 痒啊 眼镜拿起来 一戴上去 叫抓痒 然后美女过了以后 他再把近视眼的眼镜拿起来 叫眼睛在痒 好 他的学生里面 有人就故意做弄这个老师 怎么做呢 那学生都知道 这个老师的抽屉里面 放着那个近视眼镜 这个学生就故意去把他的近视眼镜 换成一个放大镜 然后让这个老师看那个美女 然后再找一个女众 从他的前面这样经过 这样一过去的时候 这个老师很习惯性的 眼睛又痒啊 就从抽屉里面 把这个放大镜 一拿起来一看 诶 这个美女怎么一点都不美 这个时候看到的美女是什么 毛细孔的毛 我怎么变成这样 好丑 那是什么 眼睛痒的状况 本来以为那个抓痒 可以抓得很舒服的 这一看原来它不是那么好 那个印象都破灭了 如果我们能够真的看到这个的话 我们看到原来这个世界上 在抓痒的时候 其实它抓得不好 那第二个 耳朵痒 耳根对生成 耳朵在痒的时候是什么 不是我们平常在耳朵在痒的痒 是耳朵想要听一下好听的话 我们喜欢听上师跟我们称赞 我们喜欢听先生跟我们鼓励肯定 我们喜欢孩子叫老辈 叫我父亲 叫我一生父亲 我平常白天工作多辛苦 被上师骂都没关系 只要孩子叫一生爸爸 妈妈也是一样 听到孩子刚学会讲话的时候 第一个是叫妈妈不是叫爸爸也很快乐 那阿嬷听到孙子在叫 一个阿嬷这样他很快乐 这个叫做痒 喜欢让别人说好话 听好话 这个耳朵在痒 那这种状况之下 曾经有人给你做一个实验 这个实验就是说 我们在菜市场里面 大部分都是妇女去市场买菜 那么多的妇女去市场买菜 不管是从五六岁到八九十岁的妇女 通通会在菜市场出现 那有一人就很调皮 故意去市场里面做一个实验 他站在那个市场的 那个入口的地方 他对着里面叫一个人的名字 结果所有人 包括那个90岁的阿嬷 都回头来看 他叫了什么名字 叫一个名字叫做美女 他的名字叫美女 比如说某某美女 你赶快来 结果叫美女这两个字的时候 人90岁的老太太都以为是在叫她 为什么耳朵在痒 耳朵随时希望人家称赞她 肯定她 说她美 这时候每一个人都回头 你会不会觉得这样 这个痒很累 这是耳朵痒 第三种鼻子痒 这个鼻痒 鼻子喜欢去闻一点香味 所以我们看到化妆品生意那么好 鼻子痒吗 鼻子喜欢闻一些味道 种香味 但在这里面也会造业的 你看我们鼻子在痒的时候也会造业的 这个地方我们了解以后 我们知道鼻子痒其实也会有一些问题 那再来是蛇痒 舌头 舌跟痒 舌跟痒 有刚刚讲的 那个痒的状况之下 是什么 爱讲话 我们这个嘴巴 不是讲就是吃 就是所谓喝咖啡聊是非 照口音嘛 讲是是非非 喝茶找茶 没事早事做 那讲话的状况之下 是这样 那第二种 舌头痒 喜欢吃 比如说 我们吃榴莲 对不对 舌头在痒 听说有榴莲进口 金枕头 赶快想要吃一点 那如果 我们在生死轮回里面 你知道吃 这个东西养 舌头这种养 其实是有问题 社会一般人不了解 但是如果你有在休息 你会更了解 曾经有一个人 他 那个一个沙米 他的师父 他的师父是阿罗汉 那 当这个沙米 他喜欢吃那个卤肉 那 当大家在分这个卤肉的时候 他还分一点 他很喜欢吃 心心念念就想着这个卤肉 结果有一天 这个沙米 有个因缘 命根断了 就死了 当他死了以后 他因为心想着那个卤肉 死了以后 就堕落为那个卤肉虫 那当大家 大众生 在分配这些卤肉的时候 当他 那个指示生在分配的人 看到有一条虫 在卤肉里面 那个 要把它拿掉 弄到一个 比较不好的地方去 他的师父是阿罗汉 就跟他讲说 不要把它弄掉 放在这边 我分一点卤肉给它吃 他说为什么你要做这种事情 那个阿罗汉师父就跟他讲 这条虫不是悲人 这条虫是我前 我以前那个沙米弟子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他贪吃卤肉 贪吃那个卤肉 死的时候 堕落为卤肉虫 都划不来 蛇根 贪爱这个胃尘 这样死的时候 还会多畜生 所以 这个 蛇根在养 也很大不好的地方 当我们知道这个时候 我们知道 蛇根是要注意的 那如果我们能够了解到这一点的话 我们可以注意到 生根 我们也会痒 也是要注意的 那身体痒是什么 我们的身体 那个喜欢去接触一些柔软的东西 我们在社会上看到的是什么现象 尤其这个时代 我们很多人 都没有守着 那个丈夫太太的 这个尺度了 而且跟外面接触 跟外面的男的跟女的接触 女的跟男的接触 甚至男的跟男的接触 女的跟女的身体的接触 这种身体在养 在一接触之下 就造业了 这种造业都是第一页的 所以这种身体的接触 身体在养 是很可怕的 是我们要注意的 那事实上 这个身体是什么 这身体有什么好 这等一下我们在 有什么不好 我们等一下还可以做 比较更详细的说明 那一根在养 心里面想要抓 抓养 心里面抓什么 我们常常会回想过去 然后想象未来 想过去什么 我们心挂在过去里面 很累 曾经有一个人 有一个女众 她在小时候 被一个男生 打肩膀打了一下 她过了50年以后 六七十岁了 还跟这个男生讲 你小时候 我们念小学的时候 你打我一下肩膀 你看这个一根 这个心不是一样吗 人50年前的事情 都还记得 你可见很累 一个东西背那么久 这个 有一个太太 她更是 很特殊 因为她本来 以前是吃荤的 所以她去在市场里面 我们知道在市场里面 在卖东西的时候 在我们中国 台湾来讲 都会有一种现象 就是你来买菜 我会送你一点 那个葱 我们卖分的是这样 送葱给你 那每次都这样之下 有一次这个佛教徒 那个佛教徒 他去买菜 那这时候他赶紧吃素 那个老板看到他 还是要送葱给他 他说 老板 你能不能 不要给我葱 为什么 我现在吃素 那这样好 我省了 那这个佛教徒跟我讲 老板 你现在不要给我葱 那你能不能 给我姜 因为吃素的 你可以吃香吗 那这个老板 哈哈大笑 笑什么 这个佛教徒 有什么心 贪心 这很细 很细节的 贪 一颗姜也好 我们佛教徒 姜买得起 人家有给我们就好 没有给我们 不要去给人家药 那这是心 意根在养 当我们了解到这个时候 我们就知道 有些地方 我们是要注意的 当我们知道这件事情 我们好好思考 我们的六根都在抓养 眼在抓养 耳在抓养 鼻在抓养 舌在抓养 身在抓养 意在抓养 当你越抓 你就越苦 所以我们每天里面 你有没有注意到 每天里面都很累了 累得要命 白天很累很累 晚上又出去累 又去抓养 白天那个工作 已经没办法 但是晚上又去玩了 很累 累到我们睡觉的时候 瘫在那里 隔天早上再去工作 工作完了 晚上又累 人生为什么让自己过这么苦 所以我们今天 讲的题目是 我到底在忙什么 忙着抓养 我们都忙着养 然后去抓养 那如果能够知道 养在抓养的时候 那么辛苦 那就知道 好 最快乐的是 没有养可抓 那才是最快乐 也就是眼睛看到 那个檳榔西斯 不要去看下去 那最好就是经过 檳榔西斯摊的时候 没有要看 连那个看的意愿 连眼睛痒都不痒 耳朵也不痒 不会想要听什么好听的声音 鼻子也不用去闻那些香味 舌头也不用想要吃什么好吃的东西 就很平常 也不会爱讲话 那身体也不会 除了家庭之外 也经常不会跟别的男女 有什么乱来 心里面很安静 很平静 保持平常心 能够这样的时候 我们就过得很好 这才真正的 我们要忙的地方 那为了达到这个不痒 它是我们有它的方法的 就好像说 当我们有香肝脚的时候 你叫它不痒不可能吗 那怎么办 上药 你跟它抹药 一次抹两次抹 抹久了 它的因缘如果去除的时候 它就不会再痒了 这是我们所了解到 世间里面的用药的关系 那了解到这个以后 你就知道要怎么样才能够不痒 好 那我们的身口而已 我们的眼耳鼻子的生意 怎么样才不会痒 好 那这个有方法 我们略略说 第一个 我们要把自己的心 安定在三宝上 安定在佛宝 法宝 生宝 安定在三宝上 大家不晓得有没有注意到 你看家里面的时钟 家里面的时钟 它有时针 分针秒针 时针分针秒针都在转 那只有一个地方没有在动 那只有一个地方没有在动 你如果现在跟它注意看的话 你会看到这件事情 哪个地方 那个时钟里面的轴心 它没有动了 如果已经注意到这一点的话 那就好办 那这个 如果那个轴心一动的话 那个时钟就乱了 时针分针秒针 是靠着这个轴心而不会乱掉 有秩序 那如果那个轴心断了 也动了 那时钟就不是时钟了 可见那个轴心是最重要的 好 那在这里面的必欲告诉我们 我们平常在社会上 世间的状况 不管是上智总统 下智一般的老百姓 这个地方 我们每一个人24小时 都像那个时针分针秒针 转来转去转个不停的 当这样转个不停之下 很累 对不对 那但是 我们这个社会上 这个事件里面 毕竟还是 秩序还在的 为什么 因为大家的心里面 还有个三宝 心里面还像个三宝 对三宝有信心 知道要守着英国 算有三宝 二有二宝 所以在做什么事情 心里面事情上在忙 心里面都还想着英国 想着佛法成三宝 所以没有乱掉 那假如说大家 不相信英国啦 不认为有佛陀 不认为有阿罗汉 生宝 不认为有佛法 那整个就乱糙糙了 那这样不是 整个社会上就乱了吗 众生都造恶业吗 所以你就可以理解到这一点 好 我们 对三宝要有信心 这是我们 佛教徒 我们做个 一般人 我们要知道 我要先宝的心 放在这个地方 这是最基本的 好 第二个 我们要 对佛法生有信心 要来持戒 要来受止五戒十善 受止五戒十善 戒是什么 不杀生 不拖道 不血瘾 不妄语 不恶口 不两则 不欺语 不贪嗔痴 这是基本的五戒十善 不喝酒 这个 它里面的内涵就是 克制欲望 克制我们的贪嗔痴 这些烦恼 不让它跑去造成问题 这是我们的守戒 那这个戒 它能够保护我们 如果我们守戒的话 你看我们的心多暗 那我们来是可以升天 那我们守着这个 就好像什么 戒就好像我们是在 那个一头牛 它在一个田地里面 在这个田地里面耕田 会把这个田地的田 耕耗的 那个田地 到每天耕田以后 播种 播种以后 它除草 施肥 到食节一年成熟的时候 它就长出很多的稻碎 那这个稻碎满满薄薄的 就可以用 用得很快乐 那这个牛 它在自己的田地里面耕田 也会有很大的好处 那这个意思是比喻 这个牛就像我们的身体 跟行为 跟行为 讲话 我们如果在我们的 一个五届的范围之内 我们要去侵害到别人 没有杀生 没有偷盗 没有血淫 没有妄语 两舌 恶口其语 没有贪嗔痴这些 没有造成被人伤害的话 我们以后的福报会很大 借上先让我们的身体 跟讲话 行为先收拾起来 我们就比较不会痒 不会痒就不会造恶业 不会造恶业以后就不用做苦 好 当了解到这一点以后 你看看有一个人 他很慈戒很亲近 他慈戒亲近12年当中 都很这样始终如一 后来天上有个人下来 跟他讲说 你慈戒12年这么亲近 那你有什么希望 有什么所求 我可以满你所愿 那这个人说 我想要有一栋房子 好 那这个天人就跟他讲 我送你一个叫做吉祥品 这吉祥品里面 你只要跟他祈愿 他就给你满你所愿 好 这个吉祥品你拿着 但是你要记得 这个吉祥品你不能跟他踩破 不能跟他打破 一打破的话 你所有的东西都没了 好 这个人就很注意 这个吉祥品收好 然后就跟他求 我要金子去盖房子 我要黄金 去买一些资深赚钱的东西 所以他后来他发达了 有房子有田产 那他的亲朋好友就来 奇怪 以前你穷光蛋 为什么现在变成一个富有的人家 他说天上的天人 给我一个瓶子叫吉祥品 我从这个吉祥品里面 得到很多的宝物 这样 那你这个吉祥品让我看好吗 我这个拿出来 你变个东西给我看看 好 就变给你看 我都满他们所愿 结果 那朋友就跟他讲 你能不能在吉祥品上面 跳舞 这个没问题 很简单 这个人就站上那个吉祥品上面跳舞 跳跳跳 不小心把那个吉祥品踩碎了 一踩碎以后 他的房子也没有了 这个在讲什么 吉祥品就是持戒 持戒的话会得到很多很多 无量无边的财富 那你有那个财富以后 你就不会去到外面去抓养 那这个人 当他起一个认为自己了不起以后 起一个慢心 犯戒了 犯戒以后通通保护通通不见了 所以我们要能够不养 第一个要归一三宝 相亲三宝 第二个我们要能够持戒 第三个要学会布施 我曾经有一个人 他这样的思考 当我们在布施了以后 我布施一定有福报吗 布施以后就有大富 大富报 富有报 我如果不布施的话 我是很贫穷的 贫穷人会有什么过患 贫穷人想要得到一点财富 自己没有 但是贫贱夫妻百事哀 就想要去跟别人拿 吃饭都拖到 那是不是养了以后就招咽 那又会跟人家为了钱财 争执会有杀生的状况 然后自己家里面 没有什么好眷属 会去侵犯到别人的女众 或者丈夫 会有杀生拖到血印 然后为了得到一点钱财 会打妄语 说骗话 然后心情不好喝酒 杀到淫妄酒通通出来 又犯戒以后更堕落 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个以后 我们是不是要布施 真的要布施 今生如果没有什么财户 更要珍惜要布施 有财户的更要去大布施 因为下一辈子才会更多的财户 我们才知道会过得更好 也才不会去到处抓养 顶多我们在自己家里面 守着自己家里面这个田地 这样 所以第三个是要能够布施的 第四个要能够忍 当我们能够忍的时候 我们这个会保护我们的戒 戒是身体跟讲话的一个戒 这个忍是心里面的人 这个忍忍下来以后 他的福报非常大 我们用世间的历史来说就好 在楚汉相争 我们中国历史里面 项羽这个楚跟汉 就是刘邦的汉 这个项羽跟刘邦在打仗之前 在征天下之前 那个韩信 他曾经是靠着他的哥哥 跟大嫂生活的 读书人有什么东西 没什么钱 他靠着大哥大嫂这样的生活 结果他在外面碰到他的朋友 碰到一些当时的地皮流氓盲 大家看不起他 你又不会工作赚钱 有什么没有用的人 就嘲笑他 当这样嘲笑他的时候 人心里面富分不平 那个韩信心里面 很富分不平 但是毕竟有一个脸色 所以这些地皮流氓 就跟他就跟他讲 你不高兴吗 不高兴打架 那韩信知道 我这样一打 我的志向统统毁灭 我如果跟他不忍的话 我跟他一打架 我要做一个将军 做个王 的结果都没有了 那我现在如果能够忍下来 我不跟他们计较 不跟他们争论 不跟他们争端 那这样以后 我还可以去谋求公民义路 我读书就是要做大将军 就是要做国王 所以他就忍下来 不跟他们计较 但是这地皮流氓盲 不放过他 你没有用啊 有种你从我的裤挡下穿过去 我们以男人来讲 怎么可以跪在人家的面前 从人家的裤挡下穿过去 但是韩信想说 做一个大将军的人 要能伸能驱 好 我现在忍一时风平荡静 退一步海过天空 好我就跟你穿过去 当他用像狗一样的 从人家裤挡下穿过去的时候 人家这些多哈哈大笑 笑他没有用 当他这样穿过去以后 人家笑他 但是他忍下来 后来楚汉相争的时候 他去项羽的手下 当个小官 项羽看不起他 所以他半裂跑掉了 跑掉以后 到刘邦那边去 刘邦也是看不起他 但是后来他走了 半裂走的时候 刚好刘邦跟萧和两个在谈论军事 萧和听到说 这个韩信半裂跑了 就赶快跟刘邦讲 你等一下 我去把韩信追回来 我把他追回来以后 你要拜他为上将军 让他做上将军 这个是个人才 好那就讲了 这个你看 他在人家欺负他的时候 他都可以忍下来 所以你这个时候 你要重用他 让他上将军 以后他可以为我们汉朝 抖天下 真的萧和月下 追韩信把他追回来 真的到最后 这个氧 这个欲望就慢慢越来越少了 越来越少 慢慢就没了 好 再来第五个 我们要能够发愿 我们要能够发愿 愿意像佛一样 愿意像阿乱一样 像佛一样像阿乱一样 我把自己的目标设定好 我希望我的炎耳鼻舌生意六根 接触到六成的时候 都像阿乱一样都不会痒 那这时候我的心就心心的想着这个地方 那不会被这个痒所控制住 那这个时候不会追求痒 那再来我们就去听佛法了 在听佛法的时候 我们会让我们有很大的功德国报 第一个 我们没有听过的可以听得到 第二个听到了 你会再重复 重复听 那重复听你会有新的体会 第三个 你的观念思想 你不会偏 不会人家说什么 你跟着 跟着人家乱跑 第四个 你都不会怀疑 第五个你还要知道更深入的法 那所以有一个人 当他 有一次他在 他是一个 那个缝新娘装的衣服的人 在缝这个新娘装衣服 那个珍珠的人 要把那个新娘装做得很美 那这时候 他已经给他收了五百两斤子 要做这件衣服 因为这个女儿的 这个当女儿的父亲 已经先偷给他了 当他在做这个衣服的时候 那个 弥勒菩萨 来 刚好来脱钵 那经过这个家里面 那当时的人看到弥勒菩萨很高兴 就放下手上的工作 就听弥勒菩萨说法 那弥勒菩萨一说法 这个人就忘记他在做那件工作 很急迫的工作 到最后这个主人家 就说你赶快做 要不然五百两斤子还给我 等一下等一下 我先听完法再说 弥勒菩萨一直说 说到最后这个人 你不做我叫陪你做 钱还给我 那就拿走 没关系 当弥勒菩萨 把这个法说完的时候 这个 主人家 这个 穿珠子的师父的太太 就来跟这个丈夫吵吵吵吵吵 五百两斤子已经到手的 还被他再拿回去 你就是听这个出家人讲这些 没有用的佛法 然后 这个 人一开始听还不会怎么样 再被太太叨叨叨叨叨叨叨 以后就来起撑了 生气了 生气以后 就跟 那个 弥勒菩萨启程 那弥勒菩萨知道了 弥勒菩萨就回去 跟他讲说 你跟我到金色好吗 好啊 反正现在 也没有工作了 钱人家拿回去了 好 他就 走 跟着他去金色 弥勒菩萨就跟这个 穿珠子的师父讲 你去问一下 这些 比丘们 看听佛法的功德 有多大 那问了 焦成鲁尊者 焦成鲁尊者说 五百两车子 都是黄金的话 如果你布施 他的功德 都胜过这五百两车子的功德 何况是听闻佛法 那另外一个 问摄理佛尊者 摄理佛尊者说 如果整个屋子里面 都是黄金 那布施的功德 都超过这个五百 五百间房子的 那个黄金 那 问了 穆建典尊者 穆建典尊者说 如果一个国家 通通是黄金 那布施的功德 超过五百个国家的 黄金 何况是听闻佛法 那后来问 再问再问 问到 阿纳利尊者 阿纳利尊者跟他说 这个布施的功德 无量无边 没法形容 何况是听闻佛法 我说我的历史 给你听好了 那这个 人就静静的听 阿纳利尊者说 在过去世里面 我曾经是 有一个哥哥 我是弟弟 那父亲要 临终要往生的时候 有跟我们讲 你们兄弟要和和 不要吵架 不要分家 那我们当兄弟的 当然都听父亲所说 那这样过了几年以后 这太太结婚了 这个儿子 弟弟结婚了 那弟弟结婚以后 太太就跟这个弟弟讲 你这样工作 你的钱都交给 你的哥哥 那你都没有存一点钱 我看我们跟哥哥分家了 那弟弟说 父亲有交代 不可以分家 那太太就 一次就没有兼职 但是在第二次再讲 弟弟还是这样讲 第三次讲 这个当弟弟的心就动了 就先跟哥哥说 我们分家吧 因为我已经成家了 我们分开 那哥哥 优不过这个弟弟所坚持 好吧 就分 你一半财产 我一半财产 那弟弟是比较放逸嘛 就把钱花光了 哥哥还是很努力在工作 做生意 赚了很多钱 那弟弟就来跟哥哥讲说 老弟啊 老哥啊 你一点留钱 五百两金子借我好吗 我要做生意 那哥哥就说 好吧 你是我弟弟吗 你再怎么样 你的还是我弟弟 五百两金子拿去做生意 弟弟拿到钱 就把它花完了 再去跟哥哥借 前后借了七次 第八次的时候 哥哥说 这是最后一次 年轻人要珍惜时间 要好好做生意 这时候弟弟很振作 就做生意就成功了 发达了 换哥哥失败了 那哥哥失败以后 就跟弟弟借钱 老弟啊 借一点钱嘛 我失败了 生意做失败 要动身再起 那弟弟就 就说 我跟你借一点钱 你就念我念我 你自己想办法 那当哥哥的 这个时候 想说 我以前借你了 你七次 再念你一次 你就这样 世间里面 最亲的兄弟之间 都这样的 我们兄弟之间 还有什么 可以依靠的 所以他想 世间一点都不可爱 那我想 我看我去出家吧 到山里面出家 那时候没有出家人了 他自己到山里面出家 他一出家以后 看到飞花肉业 证阿罗安 证批之佛 得解脱 当他这样 一得解脱以后 他就下来脱波 批之佛 脱波之后 七天进来一次 再回到山里面 七天再下来 结果当他这样 的状况之下 他的弟弟也做生意 又失败了 失败以后 他只能去检裁 因为没有哥哥可以依靠了 所以这个时候 他看到的是 一个出家人 去脱波七天 回来说 这一次怎么没有脱到东西 当他看到这种情形 就起了一个 零米星 然后就跟这个出家人讲 你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用 你这次回去七天 再下来不是四天了吗 四天都很饿 没办法 我们出家人就这样 那这个弟弟 已经不认得哥哥 就跟他说 我所吃的食物很不好 但是能不能给你用 我没关系 我们出家人 有什么吃什么 不在乎不计较那些东西 这时候的 那个弟弟就把他的食物 通通供养 这个出家人 这个披之佛 披之佛接到这个食物的时候 就神通变化 让他知道 他是一个圣人 这个弟弟很高兴就说 那以后我要像你一样 这时候 披之佛就回山里面去了 那这个弟弟 他这个时候就回去 那在半路上看到有一只兔子在那边玩 跑来跑去 他就拿他的 那个剪裁的那个竹子 那个木材 就跟那个兔子一玩 兔子被他一拨 就跳到他身上来 他身上也会变成尸体 尸体他就赶快要脱 把他弄不下来 这时候他不敢 白天不敢回家 怕太太骂嘛 结果当他晚上回去的时候 这个尸体掉下来变成黄金 整个尸体都是黄金 那这个时候的 那个弟弟一看 哇 太好了 用这个黄金去换东西 然后自产 就很富有 那这时候那个邻居 一些人很嫉妒 就来跟他说 说跟国王讲说 那个家一定有问题 国王来看也是尸体 东西都是尸体 但是国王见到这个人的时候 那个人 这个弟弟就拿黄金给他 国王 诶 还是黄金呢 他看的是尸体 但是拿到手是黄金 那国王知道说 这是一个有德 有福报的人 我们国家这么有福报的人在这里 应该为他高兴 所以就跟他做一个好朋友 那他死了以后 这个弟弟死了以后就升天 天上人间 过了九十一节 九十一节都享受荣瓦富贵 那这个弟弟到 释迦摩尼有出世的时候 他就是阿纳利尊者 那见到佛 出家修行 正阿罗汉 阿纳利尊者跟这个 传祖子的师父讲 你看看 我那时候才布施供养 一顿饭而已 我又发个愿 以后要像他一样 那这个当中我都没有受苦 都是快乐的 天上人间 那到现在又能够 赠阿罗汉 你看 我布施的功德就这么大 是不是超过五百 天上人间的福报 是不是比人间里面 五百个国家的 通通遍地黄金还多 对啊 那个每一生每一世 都享用不完了 而且到最后还赠阿罗汉 不会受苦 那福不是很大吗 对对对 你看传祖子的师父 他听米勒菩萨的说法 他所受得获得的利益 超过布施的功德 如果没有听佛法 他不可能会解脱 所以我们能够 听论佛法的功德 是非常非常的殊胜的 这个地方如果我们知道 我们就会很珍惜 那我们怎么样才 不会再抓养 我们这样一个一步一步这样来 我们这个时候 对食物我们要怎么样去看待 对食物我们要这样观 好我们看看 当我们要吃那顿 那个食物的时候 你看这个东西 食物要得到手之前 我们是在工作要赚钱 工作赚钱那么辛苦 才得到这么一点食物来用 那这个食物 它的本质上是不是苦的 辛苦得到的嘛 所以那个食物本质上那么苦 你吃的时候 你不会觉得这样很不值得吗 好这样的时候 你就知道这个东西 食物本质上不是一个很好 再来 如果在印度当时 还有现在东南亚 他们也会拿食物的时候 他手上要拿食物之前 他会看 这个手是不清洁 再怎么洗他还是不清洁 会流汗 再来 那个食物 他们是用食物拿团食 拿着食物在手上捏捏捏 如果现在去东南亚看 还会看到这种情形 食物放在手上捏捏捏捏捏 很软 你都不只要的什么经验的话 你拿蛋糕 在手上这样捏 用一点水跟他捏捏到很软 你看这样捏到那么软的时候 敢把它放到嘴巴里面吃吗 不可能 已经很不清洁了 对我们现在在中国台湾来讲 我们好像不太有这种感觉 没关系 如果我们对食物还有兴趣的话 你再看看 我们食物要放进嘴巴的时候 这个嘴巴里面是什么味道 如果不太知道的话 你把嘴巴里面的唾液 把它吐在 吐伤口 在手心上面 那吐伤口在手心上面 有没有人敢把它吃回去的 没有 没有人愿意再把唾液吃回去 可见我们的唾液是臭的 那这么臭的唾液 我们平常都忘记它原来是这种东西 所以食物再把它又放进这么臭的唾液里面去 好那在那边搅 搅一搅 那个食物是不是已经不清洁了 食物不清净之下 你要放进去胃里面这样 那胃里面 什么地方我们外表上嘴巴里我们都洗过了 但是这个胃里面从来没有洗过 没有洗过的胃 你就知道多 多哭黑黑的 乌气骂黑的地方是多不好了 就像我们仓库里面 东西都没有清的话 那仓库里面是什么样子 你就知道这个胃里面就像那个仓库一样 好食物要放进去的时候 你看胃里面有胃酸 胃酸你 那个反胃的人你就知道那个胃酸是不好了 好 那个食物把它放进去 跟那个胃酸混在一起在那边搅搅搅 胃中这样捏捏捏的时候 如果曾经吐出来的人 你就知道很臭很臭 不能闻 所以食物放到胃里面去 已经根本又是很不清洁 好那弄到最后 从小肠大肠排出来的时候 在这当中 胃里面这样捏捏到一个程度以后 要把它吸收掉 把一些所谓营养吸收到全身里面去 把那些渣或者尿排出去 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 身体的成分跟那些分跟尿 原来都是同样的东西 它的素材都是一样的 最初都是从食物这边进来的 那食物进来到从小边大边这样排出去的时候 你看到这种东西原来一点都不可爱 原来一点都不亲近 这样你吃食物有没有意思 当然是没什么意思 那为什么要吃 因为这个身体还要在运用这个身体去做一点好事嘛 我们在家来讲要工作赚钱 那工作赚钱之外 出家在家都要在修善业的 是要借着这个身体来修 所以我们还都少要吃一点东西 让这个身体能够维持 所以我们吃东西的时候就不会贪吃 这个舌头不会想要痒了 对吗 这个我们就了解了 所以舌头不要痒了 痒没什么意思 吃太多又胖了 好 那再来 我们要修念跟定 我们心要放在身上 你看我们吃饭的时候 在想事情 还没吃饭的时候想吃饭 吃完饭又去想吃那顿都好吃 但是真正在吃饭的时候 心又没有放在吃饭 这就是我们众生的迷思 都不会专心在他当时所做的事情 那我们现在注意到了以后 我们开始学会把我的心放在身上 这时候你如果还有点痒 还有点欲望的话 就把它舍弃掉 那所以我们了解到这个以后 我们心学会身心统一 把心放在身体上 即使眼睛有什么欲望起来 也不要管它 就回到身体上 耳朵有什么欲望回到身体上 鼻子有什么欲望回到身体上 舌头有什么欲望回到身体上 身体有什么欲望回到身体上 心有什么欲望起来回到身体上 这叫做身念处 身念处就是心放在身 身心统一 走路的时候再走路 躺着的时候知道躺着 站的时候知道站着 行住坐卧 穿衣服睡觉吃饭都是一样 这是第一步 当这样以后你再看到 当我们身体在走动变化的时候 原来这些都是 刚开始是快乐的 后来是苦的 那这样世间里面 有什么可以贪爱执着 没有 当没有什么可贪爱 可执着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慢慢不会痒 习惯不痒 久的就真的不会痒 所以先培养身念处 当我们有这个身念处有慧 能够观察的时候 我们再看看 我们对于平常里面 我们在 曾经我们抓过老鼠 我们要抓老鼠的时候 你就知道老鼠怎么抓它 在那个笼子里面 你要放它喜欢吃的东西 喜欢吃的东西 抓到以后 它就会 如果我们佛教徒会把它放生 如果一般人就把它杀死 可见 那个老鼠为什么会进去里面 被抓起来 甚至它会死 因为它贪吃 同样的我们已经看到这一点 当我们看到 如果我们6根贪爱6层 就准备死在这里面去 所以我们这时候看到这一点 我们通通不会贪 不会爱 那我们久了以后 我们就不会痒 这个就是我们 今天这次我们讲的 我到底在忙什么 我们都忙着痒 忙着抓痒 那如果能够6根对6层 我们都不痒 而回去抓痒 那我们就能够自在 所以我们信三保持戒 能够布施 能够听法 能够发愿 能够修圣灵处 能够智慧看到 不会贪乃之佐 不会像老鼠死在笼子里面 那这样我们就能够 真正的得自在 所以我们跟大家分享这一点 好 那这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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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